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是Long Island PL 这个是纽约人都知道这家全美国最牛逼的牛排店 对 从1887年 百年老店 而且是做了美国牛排100年的第一的这么一家店 当然它那个这家店是个新店 也才几十年 那个百年老店是在布鲁克林 其实我很想去布鲁克林 但是因为疫情的原因 纽约 因为这个有点尴尬 因为我们现在录的时间是1月 我们也不知道2月份这个放出来的时候呢 纽约唐食是不是开放了 但是呢我们就先录了再说嘛 就是录的这个时候 纽约还没开放唐食 所以我们只能在长岛吃 就不能去布鲁克林那个本店了 是 Hey Ron this is our signature salad The Wetch salad Thank you The Wetch beautiful delicious Enjoy Thank you 我来吃一下这个沙拉 它就是一大块菜 对 觉得这个沙拉做得很不伤心呢 就可能不到5分钟它就好了 上在这 因为我还没点呢 就直接那个一整块给你拿上来那种的 这是多少约顿切了啊 对要切肉吧 嗯 然后切了两次菜这样子 就美国美食有什么啊 就是很容易我们就想到牛排嘛 然后美国那个出门的牛排店有谁 其他家可能名字一直在换 皮特鲁克从来没有换过 吃牛排就是皮特鲁克 吃牛排就是皮特鲁克 You ready for the main dish Thank you You want to keep this salad Yes please 好开心啊 就是沙拉中要来了 牛排 太激动了 那个心心念念的被 那个豆哥吹捧的 嗯 背起来的牛排 但是 但是 好吃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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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鸡肉 这个汁 这个汁可以继续继续 很美丽的汁 这个汁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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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享受 谢谢 不过我有 但是我是树的就是了 而且拍的并不是非常的好 好 谢谢 而且它这个盆子不好看啊 就是这样了 这个紧张了 不好意思 哈哈哈哈 就是这样子 嗯 你看到肉 嗯 然后一下子太开心了 因为我们等了一小时吧 现在几点 一点多 我们12点到的 对吧 嗯 太赞了 这个 真是 神仙牛肉 所以我是觉得是不用那个 是这样子的 嗯 有了这个sauce的话 你会吃到另外一种口味 对 它就是两马式 嗯 就是 嗯 没有sauce的话是原味 嗯 你有了sauce的话就是 他们家 PL的sauce味 对 然后它的那种口感是怎样的 酸 有酸 嗯 然后有一种fresh的感觉 嗯 嗯 就它会提出一种不一样的味道来 好 我们就先吃吧 因为这个肉啊 嗯 一定要在它最好的时候 牛排这个肉 嗯 嗯 就真心没话讲 嗯 嗯 嗯 是吧 所以它这个肉就是 入口之后就是 外面有一个 那个浇糊的壳 然后里边那个肉超嫩的 一点的那个 就是 那个筋啊 还是什么 那些肌肉的那些 种植什么的 都感受不到的 好 有人说能吃出奶香 是 但是说真说 让我说吃出奶味 我吃不出来 我也吃不出来 但是这个 就是 非常嫩的这个肉的口感 嗯 其实我就这么想 嗯 它其实的 它是那个过程 那个 处理的过程 是不一样的 嗯 就是说能不能就是 那边处理好 然后回家煮一下 这个就 真的不是 是 自家能搞出来的东西 还是我应该像他们那样 就是 两个勺子一夹 对吧 然后慢慢的你看 就因为它盘子始终是热的嘛 油也是热的 慢慢就变成一点了 嗯 所以它家不能要那个 就你一开始不能要咪天热 嗯 一开始就要咪天热 因为它会慢慢就把这个肉在 嗯 就你这样承认就是和那些 银锁的 还叫什么 那些 或者你在超市买的牛排啊 就是不一样 然后 但是我觉得它家有点 对我来说 嗯 有点太油了 什么 有点太油了 嗯 我嘴巴都是 就是 嘴唇都是油 因为它们虽然不飙那个 什么 和牛还是什么的 嗯 嗯 但其实它家这个肉本身也是 油花特别重一点 嗯 就是 嗯 它也是那个按照和牛那个标准来的 就是 油花和蜜很 很均匀的那种肉 嗯 才会烤出这种效果来 嗯 然后 它家牛排为什么是不一样呢 哎 这就是指示点了 就是 牛排 牛排 那个 高端 高级牛排是什么 咱美国讲究的 就是 要那个 叫 叫 干世熟成 很多店并不愿意做这个 太麻烦 但是 它家其实 就是 为什么呢 stand out 对吧 在 steak排行榜里面 出现的话 也可能就是因为这 这一步 嗯 但是其实 就是美国 只要是高端一点的那个牛排店 就是 都是要做 age dry 嗯 但是它家是标高 就是 你家牛排店好不好 总要和 比 然后就是 中国人吃牛肉啊 嗯 和美国这个就不一样 中国人那个牛肉呢 就是 我们吃那个 就是 广东一带 就是潮汕火锅嘛 潮汕牛肉锅 嗯 他们是讲究什么呢 就是这个肉一定要新鲜杀的 就非常新鲜的时候 就新鲜到什么地步呢 就是好吃的潮汕那个牛肉锅 就是在屠宰场一圈 很多那个非常知名的那个潮汕牛肉锅的那个店 就是屠宰场自己家开的 然后这个牛肉能保证什么呢 就是牛肉刚杀出来 四个小时不到 就能进你的嘴里 这种那个牛肉呢也是有奶香的 特别好吃的时候 然后随着时间稍微长一点 六个小时以上 这个牛肉就会 慢慢的就是 因为 杀牛的时候 它那个鸡肉是紧张的嘛 牛是紧张的 然后 它那个鸡肉呢 就是肉时间长的时候 那个血啊 还有那鸡肉就僵硬了 口感会硬 然后 会有酸味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 在超市里啊 还是什么 平时吃那些牛肉有那个酸味 就是处理的有问题嘛 就是 已经超过六个小时了 嗯 然后 超过六个小时以后的那个 在上锅 口味和那个四个小时以内完全不一样 这是中国的吃法 然后美国呢 它就讲的就是 因为美国做不到 就是那个四个小时就进嘴里 嗯 对吧 所以美国人是怎么说的呢 就是 把它封干 然后做Age Dry一个月 这样呢 然后它的味道 就是完全不一样的一种味道 嗯 就是今天我们这个呈现出来的呢 就是 这个 没有那个鸡肉的那个硬块 很软嫩 非常火烤的话 然后 也是这种牛肉的一种自然的一种香味在里 好 所以今天这是 嗯 那我们先做个总结啊 嗯 就是 只收现金啊 你就吃牛排 不说critical 不有基本的 嗯 如果你对美食有兴趣 然后你不讨厌牛排的话 就 Peter Luger的牛排是一定要尝的 然后 口味呢 一百多年没变过 哦 还有一个就是这家店的话 你就会看得到好多 美国当地的白人都会过来 就是白人店 嗯 对 纯白 纯白的 嗯 然后呢 嗯 我自己啊 个人的感觉 就是首先非常感谢度哥们带我来 大开眼睛 嗯 其次的话 我觉得 我个人还是比较喜欢和牛吧 那种感觉 嗯 但是 其实他这个肉就是和牛肉 嗯 和和牛级别是在于 但是我喜欢的那种牛肉是 他有按过膜 听过歌 读过书的 对 这个是 这个是昂格斯的 就是美国本土的 对昂格斯 美国的昂格斯 对 对 所以的话跟那种 日本的 嗯 神户 嗯 和牛拉是神户 所以 不一样的 他是 他是代表一种美式的那种豪放 比较粗犷的 对对对 就是非常美式化的一种 牛肉 嗯 那我觉得他的话 他就是比较大块 嗯 大块 那和牛的话就是小块 会相对比较的话 就小块 然后比较 像 像小女生这样的样子 嗯 那就 这个 这边的牛肉的话呢 美国这种 style的话 就是那种 牛仔风 哎 好大块哦 哎 哈哈 哈哈哈 纽约美食日记 哎呦 我是幸福加度 我是你的水桶菜菜 哈哈 在这里祝大家新春快乐 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 牛年发大财 恭喜发财 嗯 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谢谢 谢谢大家 哇 超美的 你虚的 ok 好 像纽约美食日记 对 对 好 好 我这是一个对的 我想说 就是 如果没有搭配的 这个是 我到不来的 其实很难还喜欢 这个 只有五六香都太 好 你能够吃 对 对 嗯 这个 这肉 跟那个 下巴 是 你能够吃 我们今天看 这个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吃 这个沙拉是20 牛肉是115 这个是什么 我这个要帅 9是13 然后另外这个可能是13 这系列是他妈的太好吃了 最后加起来就是170多 蛮贵的其实我觉得 特别是这个特别 就这两个 主要是其他东西你不要点